大家好,今天我们就谈谈川普吧 因为昨天到晚上,我看在美国这边 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川普了 因为突然这个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川普 说川普有罪 这个时候炸了锅了 因为和人民的认知完全相反 好,我们先看一看新闻 再谈一谈我们的观点 新闻是这样讲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起诉史上首例 前美国总统川普30日遭到起诉 创下美国史上首位卸任元首被刑事起诉的首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前总统川普因涉嫌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 支付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封口费 周四遭纽约迈哈顿大陪审团投票 表决起诉,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被控刑事罪的前总统 川普30日发声明称 这是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并表示自己完全无辜 誓言要对此进行反击 也表示此举是民主党人公然干涉选举 把美国司法系统当作武器来惩罚政治对手 川普律师团表示将大力反驳相关指控 好,新闻很多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看川普这个事情本来以为就过去了 没想到今天又出来了 川普这个案子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分析过,有讨论过 说川普给那个女人的钱是那个律师给的 最后律师承认是律师跟他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而与川普无关 最后又律师撒谎 这个律师都被判刑了 那个案子早就结了 跟川普没有任何的关系 外界会认为 当一个人选美国总统 你一个拍成人片的一个女星 说白了就是一托星 你突然说川普当年骚扰你了 说川普给了你一笔钱 这钱又不是川普给的 是川普的律师和这个女人之间 发生了一个什么故事 我们不去管他了 总之经过澄清之后 接了 说跟川普无关 现在又把这个案子拿出来 又找了一些相关的所谓的证人 而这些证人 有些证人都被认定为 他本人诚信是有问题的 进行了那么长时间的 配诊团的听证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了 很清楚的一个事情 只是现在这个检察官拿出来 再次作为一个理由 办川普 我要起诉你 要起诉早就起诉了 不是今天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说川普在他当四年总统期间 好像真的得罪了很多人 其实我是觉得川普得罪了整个美国的深层政府 川普不配合他们 他不是圈里边的人 让你签字你不签 所以从川普第二次选举连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美国政府在对付川普一个人 川普身边没人 除了几个律师 根本一个人都没有 也就是川普把整个的美国政府给得罪了 所以整个的美国政府连击手来把川普干掉 包括司法系统 包括选举系统 包括这个议长 这个议会 那个议会 参议院 中议院 所有的一切一切 似乎都来打击川普 目的就是要把川普从白宫拿掉 就像当年佩洛西说的 让他滚出白宫 他就滚出来了 川普这个人确实有很多的毛病 这个不用说了 很讨厌 在某些方面 川普这个人很招人讨厌 但是现在看来川普有一个功劳 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 就是川普把美国这个锅盖给揭开了 他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新的话题 请问在美国什么是民主 请问在美国什么是法治 民主法治在美国 这个盖子被川普给揭开了 川普和韩国瑜相比 最大的不同就是 韩国瑜被干掉了 被蔡贾博士干掉了 回家系个围裙给老婆做饭去了 一句话都没有 好几年都没有声音 而川普呢 被干掉了 不服 他这个人呢 就是永不言败 他不认为自己输了 他认为自己是赢的 他认为你整个这个深层政府 是把他做掉的 川普不是傻子 所以川普一直在说 就在他说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一直在把这个叫剥洋葱啊 一层一层在剥 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名人呢 他说的话有上亿的人在看 在全世界 在美国他的支持者也有八千多万呢 都不止 其实到现在都不止八千多万 按照川普的声明呢 他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是无辜的 他认为那个女人对他的指控 是不成立的 是不存在的 而且这个指控到现在我们看了半天 指控也很虚 说川普骚扰他了 怎么骚扰到我们没有看见 有记者问 那有上床睡觉吗 没有 那要没有上床睡觉 也没有具体的细节 摸你哪了 碰你哪了 这个骚扰怎么成立呢 而且这个女人的说话 有诚信吗 一个做那种行业的女人 有诚信吗 这些东西 普通老百姓其实都看得出来 但是就在美国 堂堂的 有陪审团 堂堂的检察官 堂堂的法院 大家都看不出来 都认为这女的说的是实话 都认为你川普有罪 你川普的撒谎 所以刚才我讲了 川普的贡献 就是把这个锅盖给揭开了 告诉全世界 什么是美式民主 什么是美国的法治 民主和法治 是不是过去人们 所想象的那个定义 那个含义 到今天不攻自破了 川普在一再的说 他的做法就是 一直在挑战美国人的道德底线 小小不然的一般人就算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道德底线 都有他道德水准 他都有他自个评论一件事情的 他的标准 而川普这个事情呢 不断不断说呢 就冲破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过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社会就开始变了 美国人自己还尊重他们自己的国家吗 这已经是个问号了 美国人还感到自豪吗 还以我们美式民主 我们美国人选出来的拜登总统为自豪吗 变了 美国人到全世界还能指指点点吗 不能了 你想在美国整个一个国家机器 来砸一个川普 只要川普不低头 到现在都没砸死 你还有什么说服力说 你能砸死普京 你能砸死中国 能吗 有一句哲理的话就是说 当打不死 你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你将是更加强大 也就是很多人在讲这些段子 哲理的段子 从地狱走出来的人一定厉害 没有经过地狱的人 就是一个凡人 没有人骂你的人 说明你在这世界上一钱不值 多数人经过地狱就颓废了 类似像韩国瑜这样的 少数人经过了地狱 还能站起来 还能继续做他之前那件事情 这个人将比过去更加强大 更加厉害 当然有文章说了 是不是要给川普戴手铐 这个东西当年陈水扁 不是被戴手铐了吗 川普戴不戴手铐 我是觉得不重要 也可以这么讲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流氓政府 你没有被流氓政府戴过手铐 你将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所以戴手铐并不可怕 关键是戴手铐是对人格的一个侮辱 你被他们给侮辱了 但是侮辱之后 你是不是还能站起来 如果你还能站起来 我认为你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就好比之前说孟晚舟 孟晚舟在这边带那个脚料啊 带了三年了 就脚上坠了那么大的一个玩意儿 那是侮辱吧 超级侮辱 到今天孟晚舟怎么样 她成为了华为的执行长了 孟晚舟之前就是一个财务长 现在她成为了执行长了 而且当孟晚舟成为执行长之后 她带领的华为 很可能比原来走得更高 这个就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人 通常都不能小看她了 而川普呢 她为什么到今天还有人在砸她 其原因是因为她还要再选 而且她现在的呼声 民间的呼声非常之高 砸一下 她的民调就高一下 砸一下就高一下 到现在川普被砸成这种样子了 她依然站在那个地方 让这些共和党其他还想选总统的人都望而生却了 让这些共和党其他还想选总统的人都不敢讲话了 为什么 你跟川普已经没法比了 她的声望是在一次一次打击的过程当中在上升 我不认为川普被打击了 我认为只要她站在那 只要你一次一次没打倒她 她的声望就越来越高 其他人比不过她了 正是因为他们害怕川普在选举 所以才去砸她 如果川普被干掉之后 和韩国瑜一模一样 回家弄个围裙 到佛州去晒太阳去了 没有今天的事 很可惜川普就是川普 他不是韩国瑜 川普不但不服 而且还要选 现在已经正式要参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了 而且他的民调 他民间的声望确实不低 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她 那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一次一次的讲话 就一次一次在冲撞美国人的道德底线 让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舒服了 现在不用外界去批评美国了 不用你说 他们自己已经乱了 这叫什么呀 这种冲撞道德底线的这种做法呢 川普还是挺厉害的 他的嘴 他的表现能力 以及他那个形象 确实能够感染很多人 原来讨厌他的人 现在不怎么讨厌了 甚至开始同情他了 为什么会同情他了 就是道德底线被冲破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美国社会 内方是多么的阴暗 而把美国的司法 也彻底的给败坏掉了 以前我们认为 陪审团可能是公正的 现在看来 陪审团也是可以收买的 陪审团也是有意识形态的 更别说司法了 司法已经不用说了 在川普被做掉的时候 人们已经看清楚了 所有的法院是关门的 关门不开 你走了 重新打开 到今天 陪审团也被玷污了 以后不用再谈 什么陪审团的事情了 之前台湾 像司法改革 像张静律师 彭文正老师 也说 司法改革 引进陪审团制 你看看美国的陪审团 你还要引进吗 没戏 这个世界上 没戏 没有一个司法是真正公正的 都是被金钱和权力所左右的 老百姓就是韭菜 说割就割你 很可惜 川普这个韭菜比较硬 割不动 他确实是有他的底气 他有钱 他也敢干 这个人 所以川普的话题 要这样来的话 就又变成话题了 他永远是在新闻的浪尖上 对他今后选美国总统 其实是没坏处的 但是这个坎 一个一个坎是要过 怎么过这个坎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那我们看一看吧 我们保持关注吧 看看这个戏 又该如何重新上演 我们觉得这里边 还是有点看头的 保持关注吧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 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 8000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